世界棒球经典赛WBC八强赛日益大战昨十六日晚结束 由日本武士队左以9比3胜出 不仅是本届经典赛的五连胜 也是日本队连续第五届挺进四强准决赛 美国棒球杂志Faceball America报道指出 本届日本队势不可打 在预赛到淘汰赛已经写下了几乎完美的五连胜 对决意大利时看起来也相当轻松 日本队的投手阵容很丰富 日本队正准备拿下队史第三座奖杯 看好日本能成为最有望夺冠的队伍 Faceball America报道指出 在目前为止的无偿比赛中 日本队看起来几乎完美无缺 日本的投手阵容非常丰富 在对意大利一意中 大鼓祥平先发 然后由打比修友接手赢下了比赛 报道分析指出 美国队和其他球队在战略上 一直在努力安排调度大联盟投手 希望在此取得平衡 试图赢得比赛胜利 但是日本队的投手由大鼓祥平 打比修由两人轮值 互相填骨 就算他们下场 日本队在准决赛或决赛 还是能拿得出左左莫朗西 山本尤申等人 这些其他队的大联盟投手 所没有见过的王牌 日本队在赛事中 已投出了29个超过100英里 约161公里的球 然而 美国队迄今为止 只有巴德 Daniel Bard投出了唯一一颗 超过97英里 约156公里的球 日本队总计有81颗快球 超过了美国投手的最快投球速度 此外 美国队试图让球员 与他们的MLB球队一起锻炼 然后 在WBC开始前 匆忙举办机场友谊赛 但日本队在 WBC开始将近一个月前 就开始组成一个团队练习 报道提到 日本队目前取得的胜利中 比数最接近的一场 分差也有6分 在每9局安打数 5.2 每9局保送1.0 和每9局三阵数 12.6等各项数据 都领先所有其他支球队 日本队将在接下来的四强赛 与波多离个对决墨西哥的胜者碰头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